-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安您好 我是魏于田 迎接一個禮拜全新開始 在這一週除了要留意白天的高溫 午後雷雨 以及熱帶系統的發展 現在看到今天在中午過後 當然是特別容易下雨的 而且範圍還會比昨天來的更廣泛 尤其在雲林以南 更是從山區一路到沿海 降雨機率都是非常的高 而至於在中張頭 比較多是下在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而像是在苗栗以北 以及整個東半部地區 則是會以山區為主 要提醒您在稍後呢 整個中南部地區 特別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而在溫度方面呢 而且整個西半部地區 包括了大台北以及中南部 都很容易飆到了37、38度的高溫 來看到其實這個禮拜的天氣表現 也都是相當的類似 最主要還是以5號的降雨為主 尤其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特別是在山區的部分 一樣容易下起大雨 平地方面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在週日的時候呢 更因為風向轉變了 轉吹偏南風 帶上水氣的關係 因此呢 整個降雨的範圍 也是會更明顯的擴大 而目前來看到 在南海這邊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TD03 預估最快在今天的傍晚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就會登陸越南 雖然對台灣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但是可以看到在南海 跟菲律賓的東方海面這邊 都還是有熱帶的雲促 在持續的發展當中 很有可能會在這個禮拜 就會發展成熱帶吸低氣壓 或者是颱風 在目前預測來看 因為太平洋高壓在這個位置 如果沿著高壓邊緣走的話 就會靠近廣東這邊 對台灣看似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影響 但是在這個週末假期來講 這些南邊上海的水氣 很有可能就會影響到南部地區 以及在5號的降雨的部分 也會明顯的擴大 在等你關心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報 首先來看到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32到34度 雙北市32到37度 桃竹苗地區31到36度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20% 在中部地區台中32到35度 彰化南投31到36度 雲林假意31到36度 重雨機率最高 是在南投跟假意可以來到60% 南台灣的台南32到35度 高平32到36度 重雨機率是在台南最高可以來到70% 東半部的宜蘭30到34度 花東30到34度 重雨機率都是20% 最後來看到外島地區 蓮漿29到32度 金門澎湖31到35度 降雨機率都是20% 最後一天小丁尼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來講呢 天氣還是特別的悶熱 當然除了要注意防曬 要小心熱中暑之外呢 上次在高暗的部分 包括了大台北跟中南部地區 都很容易飆到了37、38度的極端高溫 而5號的降雨的部分 上次今天來講 以中南部的雨會下得特別的明顯 很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在以上是這裡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 iz片 火靈 麂 我們